卡通菲燕景理造型的花灯 在夜幕中闪烁绚丽灯光 好似嘉年华热闹 白天则摇身一变装置艺术 社区各个角落装饰花灯 满满迪士尼嘉年华风情 也有传统国风 这些花灯可带有来头 都曾在台湾灯会展出 登节的那个作品第一名的 现在这个已经超过十年了 我觉得很特殊 就是感觉他的繁星 比一般的向下会更好 就是会有游客 还是会经过一定会下来看 我感觉很幸福 这种艺术观看 我们都都都多十几天 58岁的王耀星 八年前教职退休 和弟弟投入花灯制作 改造家乡 远离口湖乡下轮地区 搜罗各地灯会 遗留下来的花灯 运用美术工艺专长 与思维 重新改装修补股价 投入改造社区风貌 台湾灯会竞赛的 或是学生竞赛的 然后我们之后再回来 在加以修 2017灯会在英明 我们就回来说 你有去看吗 你有去看吗 点去虎白 然后他们就想说 没有啊 还是很远 因为都没有人载我们去 我那个弟弟就讲了一句话 他们没有空去看 以后我们拉回来给他们看 不使我们以后 要办艺术纪的原因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 等于就办到第三届 花灯采接火车奏型 各式花灯 兵分游街 为偏乡渔村注入行神命令 被不少游客 震探为国家级的社区灯会 三星五六一德圈阳线云珍 云林采访我到